国内疫情仍处高原期 不过根据人理银行调查指出 高达7成3受访者表示 公司维持全员正常上下班 5成7表示有同时确诊 而上班族为了照顾家人 必须请假时 有63.5%企业有提供防疫照顾假 所以跟去年的三级警戒的时候相比呢 是明显多出了13% 所以由此可见呢 这个疫苗的普及 再加上企业对于防疫方面的 这个实战经验 日渐的呢 越来越有累积之下 对于这个疫情共存的这个观念 已经越来越普及化了 好那上班族 当然除了害怕之外 还有非常的焦虑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钱还有工作 但是还是最担心到 这个疫情会不会波及到自己身上 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呢 在这一波的上班族受访者当中 他们身边有过半数的同事是有染疫的情况 所以大家很怕把病毒带回家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医疗资源是不是会不足 甚至说这家人是不是确诊或是被隔离 那因为根据我们这边的调查呢 有63%的企业是有防疫照顾假的 不过也是有36%的企业是选择说 让员工请特休或者是家庭照顾假 所以这可能就会影响到全情的部分 好那再来呢 也有很多人他们因为确诊 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三餐 打底三餐 所以变成必须要叫外食外送 那相对来说 整体呢 可以说是薪资如果没有增加 反而还受到通膨的影响 他们可能要付出更多的这个金钱方面的 等于是让他们会觉得很困扰 可能说这个入不付出的情况 也让这些上班族就觉得压力倍增了 这一次我们调查呢 有63%的企业都是有提供防疫照顾假的 不过我们发现还是有36%的企业呢 他们对于这个确诊的员工呢 是采取说可能是家庭有确诊的话 他们可能要用特休 或者是家庭照顾假来做替代 那这个部分可能会影响到的 就是未来是不是有全情的部分 所以也要提醒上班族特别来留意 其实防疫照顾假是可以提出要求的 有些企业是会提供有新的防疫照顾假 不过以劳基法的认定来说的话 防疫照顾假是五星的没有错 不过呢 它并不会扣到后面全情的一个范围标准 因为劳基法是说明说 防疫照顾假是必须要给的 所以如果说的确在主管这边 他不愿意提供防疫照顾假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email 或者是用line各种方式呢 去做一个确认等于是流存证据 那流存证据以后确定公司不给你防疫照顾假 这个时候是可以提出申诉的 针对同仁确诊公司会采取哪些措施 调查显示高达六成是办公室环境清洁消毒 其次则是要求员工快筛阴性才能进公司 另外有一成六公司会主动提供居家关怀包 这个我们的防疫关怀箱里面除了有这个4G的快筛 还有一包口罩 还有一瓶的酒精以及喷嘴 然后还有像是泡面好几包 还有像零食 然后像是还有这个维他命C的发泡定 以及这个类似清冠饮的这个饮品 这样就是从无论是这个个人的卫生防护 或者是营养调配都放在这个箱子里面 因为这个疫情再起之后呢 就造成很多人不想出门嘛 所以以至于在外面的消费变少 那如果说单靠以外送的这个状况来说 其实对于我们业绩还是影响很大 毕竟客人来能够来到店里面的消费 它的那个客单价才会比较高 那再加上前一阵子有下雨 所以像我们以饮料为主的这个行业来说的话 就是疫情加上阴雨绵绵 就有造成一些影响了这样子 这个企业呢在常态下的营运 他们当然有一些自己的措施 包含了呢是办公环境的整体的大清销 那当然呢还有一些企业是采取说 这个员工一定要快筛阴性才能进公司 另外呢也有像联发国际这样非常佛心的 会发放这个防疫的关怀包 再来呢是有些企业会帮员工投保防疫险的部分 当然在疫情期间上班族我们也观察出了有四怕 这四怕是哪四怕呢 最主要当然还是害怕说会有无薪假的产生 但是很多人就会问啦 说这个劳动部在发布的这个无薪假调查之中 其实跟上一期比较之下呢 明显是减少了110家 照理来说大家应该是比较不害怕 但是因为我们国人的自主防疫观念蛮高的 所以有减少外出用餐或者是外出住宿 所以相对的这个餐饮还有住宿业 我们发现说呢 他们比起上一期反倒是不减反增 来到3100多人 那这无薪假的状况也是从今年度到现在来说 可以是最高峰 所以这个餐饮业相对来说 他们还是比较担心会被放无薪假的 对于公司的防疫措施 调查结果以工作时间全部佩戴口罩 定期量体温回报追踪等最多 整体而言对于任职企业的防疫措施 平均值给58分 显见多数上班族对于公司的防疫落实并不满意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后面